记者格优豪高雄报道,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奇迈的《倾听之旅》,来到他居住的左营区,他强调左营在他的人生中,占了将近一半的岁月,意义格外特殊,他一定会做最在地,最了解高雄,最会解决问题的市长陈奇迈曾表示,这次选战他不设大型竞选总部,不差其致,预计举办200场《倾听之旅》, 靠证件争取市民认同《倾听之旅》28日下午来到左营区,吸引数百名相亲参加,在民进党初选中退让的立委刘世芳,特别出席力挺陈奇迈,陈奇迈感谢刘世芳以最实际的行动,团结民进党,更肯定刘对于左营的贡献,例如他推动的老人共参,让长辈与社区融合,非常有意义 陈奇迈感性说,自己就住在左营区新夏里,高雄市民就是家人,会用为家人解决问题的心情,来为高雄打拼 陈奇迈强调,会促成男子武卿签厂后的转型,结合金属研发中心,绿色产能研发中心,让中游在高雄的老员工,一起建政城市转型,同时将左营高铁站大造成高雄新门户,转运枢纽。 也与高雄立委争取桥头科学园区有成果,未来串联南科的台积电,陆科的华邦电,以及全球最大风测场的日月光,打造台南到高雄的科技走廊,成为未来十年最受瞩目,最耀眼的半导体产业聚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